2月25日变手萧萧发长文感谢高晓松 并分享了一组二人的合照 先年51岁的高晓松减肥成功之后状态大好 同况31岁的萧萧也毫不舒振 高晓松曾解释凡尔赛就是暗粗粗的吹牛 减肥成功的高老师表示 老天对我已经够好了 所以就不要再贪婪了 什么都给我了 就连扔在半路上的颜值都逐渐减回来了 不得不说 说瘦了的高晓松已经正式和矮大紧说再见了 减肥成功就是高老师人到中年 拒绝向生活缴械的最有力证明 迈开大长腿 高老师就是极颜值与才华于一身的男子